今天是大春旅行的第199天了 现在才5点多钟 猜猜我去干什么 我们准备去新村码头买刚下船的海鲜 视频最后分享位置和攻略 现在街道上面什么人也没有 妈呀 现在早起了超级超级大的风 现在码头上面超级多的人 妈呀 差点撞到了 车多人 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人 也没有看得像我们这样的 这么大早过来的 咱晚里面走一走感觉外面好忙碌啊 是不是我们来太早了 这一个盆里面啥也没有 还是说卖完了已经 前面还好大一块 我再过去 昨天我听到当地的人跟我说 早上从2点钟这里就开始工作了 就做批发的 零售它不会卖 然后5点 6点 7点 这个时间呢你可以过来买一点海鲜 是特别便宜的 感觉我穿的衣服不太贵 所以这种小螃蟹小鱼 这边就是应该是零售族鱼了 超级大的 这是什么 金匠鱼吗 虾 或者是虾带鱼 这边的话是刚从船上拿下来的 好萌入的睡衣啊 应该就是这一片区的 别的地方也没地方买 我觉得这是零售的 所以过来买小虾鱼鱼 就没有看到螃蟹 全是各类虾 辣椒鱼 是不是我听错了呀 你表现眼睛有点太贵 这边就人少多了 这应该是一盆一盆 安提发来的吧 这些小鱼应该是做饲料吧 只能做一些饲料能吃吗 看看这里面的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这整床整床的全是网 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那边都是小鱼 都是这种 对 那你不去了吧 不去了 那边这里都是太脏了 这边都已经到头了 我还得去看一下村民是怎么买的 这像是魔鬼鱼的 跑大个的 那个最大的 价格就便宜多了 金苍十斑 这个十斑三十 虾二十八 王冠鱼十 这个虾三十 全部是芒果园门 没有我最爱的螃蟹 一个都没看到 二十五一斤 五斤 我再看看还有别的 太小了不要 没有小啊 一个一球虫的 一碗 要少一点呢 这个蟹呢 这个啊 这个四十 蟹有点贵 现在贵了 没有钱贵哈 有贵 有个两百二 哎 这不是二十六吗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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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多了我说了五斤啊 你把这给我 多三斤 我要不了那么多 你帮我拿出来一点 我要五斤就够了 不行啊 吃不了那么多 五斤就够了 一百三就可以了 一百三 我自己来 哎那个不要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因为有的不肥 不肥不要钱 怎么这个肯肥的 有没有黄 不要黄 不要钱的这个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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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价格确实是比 平时过来买的话便宜 但是我们现在在房车上面 没有太好的厨房 加工不了那么多菜 这是三斤一 打冰的 真的这个三斤一 老有力的 天津都不坏 我就是大龙虾 干嘛呀 一斤三两 三十 它的秤还是有点问题 一斤吗 这它四斤一两啊 这张四斤 我给你算五斤多 大哥你好啊 帮我看一下 这个秤是不是 五斤多 这是四斤一两 是不是 这个秤不准 怎么不准呢 这个是五斤 我说擦那里是五斤 这是四斤一两 因为我不太懂 你晚上记好了 记好了 四斤一 四斤一 不行 差一斤 差二十五块钱 你找了 你找了 是吧 然后 我们拍一下嘛 拍了拍了 嗯 把这个拍一下 记着它刚才记得记着中本 看有没有误差呀 展开有没有误差 四斤一两 差一斤 走吧 差一斤多和五斤三两 一斤二 差一斤二两 这个市场外面有一个公平秤 刚刚我们去秤了一下 只差一斤 买五斤 差了一斤 也就是说 八两秤 那也不剩呀 然后市场的那个工作人员说 让我去找他 呃 我觉得有这样的市场管理人员的话 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好的 不管是游客啊 还是说是过来批发的 知道不会太坑 老板 我刚拿公平秤去秤了 差点秤 差秤啥 我把秤 所以没让他补 退了我十八元钱 刚刚过去老板态度也很好 就说不小心看错了 螃蟹退了我十八块钱 嗯 虾了补了我大概二十八块钱的虾 呃 因为那边有公平秤 公平秤 所以你们来的人的时候一定要 就是去复秤一下 这老板你不要去跟他吵 你跟他好好的说 你说老板啊 我刚去公平秤秤了 然后把照片给他看 他就知道了 就会好着好气的跟你说 千万不要大吵大吵 这样其实不太好的 他们其实赚钱也不容易 但是咱也不想被坑 是不是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行的 算是一种经历